今天呢我們的任務就是要搶救富貴包 這兩位呢是我勞苦功高的同事 大包跟小莉 小莉我在剛剛認識她的時候 她並不是小莉的 大包也沒有這麼大包 她們兩個都變得非常有錢 擁有富貴包 嗨 大家好 我是Amber 在香港呢富貴包好像是有專門的西醫在做富貴包的手術 但是呢富貴包到底是怎麼產生的呢 富貴包的行程就是因為你的姿勢不良 最主要是那個頸部往前傾 眼睛一直盯著前面看 然後你那個肌肉不能放鬆 導致你的肌肉緊繃 然後加上頸椎氣節比較突出 然後又加上有一點脂肪 就形成有一種富貴包這種喜氣的名稱 富貴包是存在任何年齡層的 不管你是老年輕年還是壯年 你只要精神緊繃 然後加上心裡有壓力的話 你第一個哪裡緊張呢 就是肩膀會開始緊張 你的防衛心理跑出來的話 你可能你的肩膀肌肉就第一個緊張起來 中醫的話我們就是給它針灸啊 然後熱敷啊 因為你這個肌肉太緊的話 第一個你很不舒服 再緊下去就落枕了 你就脖子就不會動了 所以你就要放鬆 你放鬆的話你會覺得很舒服啊 針灸就是把你從脖子這一路下來 脖子肩頸然後一直到肩胛 一直到到這個肩部的肌肉 整個都把你一圈把它放鬆 風石穴啊風腹穴啊 那邊有肩子穴啊 屏風穴啊還有天中穴啊 放鬆肌肉也可以熱敷啊 還有就是平常你可以去運動啊 運動的話最好是做SPA啊 還有那個人家按摩一下 或者是去游泳一下 其實呢富貴包不需要動手術 但是它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 心情太過緊張或者是坐姿不良 或者是都不做肩頸的運動 所以才會造成有富貴包的現象 所以小玲我想問一下 你一天到底工作多長時間 完了算不出來了 算不出來了 經常都要喊東西咯 場坐咯 由朝坐到晚咯 所以是24個小時嗎 一時一時一時 大包呢 你大概在公司工作的時間 有多長時間呢 我怎麼在店前面 可能十多小時呢 所以你常常一坐就是十幾個小時都不動 就變成了不動冥王了 所以其實富貴包的原因都是這樣子來的 想要解決這個富貴包的問題呢 其實不需要做西醫手術 你只要心情放輕鬆 姿勢正確 還有就是適時的幫自己的肩頸做一些運動 那除了這些以外呢 其實也可以透過一些外力的方式 像是針灸啦或者是熱膚 可以用泡湯的方式 其實這都是可以因為透過促進血液循環 然後讓肌肉放鬆的一些好方法 但是如果這些方法你都沒有時間做的話呢 接下來這邊呢 我要介紹兩個非常好的產品 就是在你一邊工作的時候 還可以一邊去幫你的肩頸做舒緩 第一個就是酵素的排毒凝膠 另外一個呢 就是消水腫的熱凝膠 那這兩個有什麼樣子的效果呢 這個酵素排毒凝膠呢 它可以幫皮膚做消炎的這個功能 虛水腫的這個火凝膠呢 它可以幫皮膚做這個促進血液循環 所以會讓肌膚變得比較放鬆 那麼等一下呢 我們就來看看這兩個東西用了以後呢 是不是有幫助他們做富規包減小 那我們現在來拍一張照片吧 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 需要舒緩的地方 然後呢之前有介紹過 像這個排毒凝膠呢 它其實它會先消人體身上的一些水腫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大包其實水腫還蠻嚴重的 然後漸漸的你們會看到 它開始有一些白白的末就出來了 其實這就是它的發炎的這個部分 那其實我們自己在家裡做也很方便 就只是這樣子搓柔的方式 所以沒有什麼太多的技巧 也不需要任何的手指 那你已經開始發熱了 其實這個主要是消腫去除一些發炎的情況 所以其實它不是只是用在脖子上面 凡是你能夠想得到肌肉會發炎的 例如說走入的腳痠痛 或者是運動之後的那個乳酸 其實它都是很容易幫忙做排出的 好那你大概就搓一下 然後就把它靜置 為什麼要靜置呢 因為它裡面的酵素成分會繼續的再發酵 那對身體都會比較好 也是一樣 我們就針對它這個長包的地方 給它壓下去 你幹嘛 有人跟你服務完 哇 哇你看它一下就出泡了 你完全跳過了濕的階段 你看你有多苦啊 其實因為小莉本身的學育循環就很好 因為它的身體一年四季都在發熱 所以它那個水分都已經被自己蒸發掉了 所以它沒有水腫燙它都是實燙 好 我們這個還有水腫的空間 它完全沒有 衣服要掉了 你看你跟大包比起來它剛剛都是水平 就是一下就是出那個胖的 感覺挺嚴重的 感覺挺嚴重的 但是就是我覺得其實這樣反而是更好的 因為就是它跳過了水腫的那個階段 所以如果你真的 所以你如果真的胖的話 你就是真的胖 好衰啊 你好像在打肥皂 我跟你講我們有錄影存證 兩位現在覺得怎麼樣 剛剛敷完的時候 其實裡面有些驚喜是 會發熱 就是它是熱的 你現在覺得就 就是好像皮膚表面是 你風吹吹吹吹吹 覺得冷淡 其實是熱的 就是由裡面發出的感覺 我感覺好像是運動了 跟你提到來 那種發熱的感覺 真的很好 你也太神奇了吧 你都不用運動 就可以有運動後的感受 接下來我要介紹的這個 就是消水腫的火凝膠 它裡面有海藻、貝類 還有第一這些植物的發酵 萃取出來的 那另外呢 等一下塗上去了以後呢 兩位會感到皮膚上面 會有一點溫溫熱熱的這個感覺 主要的原因呢 是裡面它還有花椒的這個成分在裡面 所以呢它會透過花椒的這種熱感 然後幫肌肉的放鬆 現在這個敷上去會覺得更熱嗎 現在涼涼的齁 好那你等一下 好這個火凝膠呢 它主要就是附近血液循環 可能或許有些人剛剛開始會有一點點涼涼的 但是等一下呢 那你的肩膀呢就會有溫熱的感覺 所以同樣的 如果腳痛的話 同樣是有效的 就是這個排毒凝膠 先幫腳消水腫或者是消鹽了以後呢 你再加這個火凝膠 然後促進這個血液循環 那其實腳的那個疼痛感呢 就會很快降低了 好那接下來呢 那等到什麼時候呢 等到乾 大包 你現在的感覺怎麼樣 你剛才呢 開始是有點發熱 然後有點發刺 刺的感覺 後來抹了後面那個火凝膠 火凝膠以後呢 開始有點涼涼涼的 涼涼涼的 開始有點 然後呢 現在呢好像覺得有點熱 但是呢 也還是 比較涼 還是比較涼 這個呢 是一個不一樣的體質 剛好我們今天找到的大包跟小莉 兩個人的體質是不一樣的 所以呢 剛剛我們看到大包他剛剛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在幫他敷那個 排毒泥膠的時候 他其實水比較多 所以我剛剛就問了 你是不是比較濕 然後你說你是比較冷的體質 對 含氣很重 對含氣很重 所以這種比較冷的體質呢 在敷這種熱泥膠的時候呢 其實他會把那個冷氣往出拔 所以呢 他會有比較涼的感覺 其實他是在拔裡面的這個濕氣 那我們來嗚嗚看 小莉你覺得呢 裡面都是熱 但是呢 就在面頭會覺得涼的 好像向外面拔一些東西 這樣 外涼內熱 是吧 嗯 我這樣子解釋對吧 嗯 沒錯 對因為其實他本身的體質 就是屬於熱的體質 所以我們剛剛看他在用那個 排毒泥膠的時候呢 他沒有出水的狀況 他就直接就是出泡的情況 所以呢 他會更能夠感受到這個 火凝膠的這個熱感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就把它擦掉 然後來看一下使用後的這個結果 我要來給你們看後前後的效果了 之前 然後這個是之後 喔 小很多耶 小很多耶 小很多 有差 對不對 差不多 嗯 這是之前 這麼大的 很大的 我們平時都會不會 這麼大的 然後這個是之後 小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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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看你的背 喔 很明顯 中間那個狗也小了 小了 這邊 這塊地方都出來了 對 對啊 哇 好大 怎麼太空中心了 所以我剛剛叫你的脖子再往下一點 就是想說 你可能 這個姿勢 但是其實還是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地方 小了很多 小了很多 對啊 欸我說這個變化這麼大 然後我經過天天來著 是不是就這樣 哈哈哈哈 其實像中醫師剛剛說的 我覺得最主要還是你們的工作時間 太長了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我們要常常去提醒你 就是你可能過一段時間 就要起來走動走動啊 還有你也是一樣 我以為他竟然摸到我的骨頭喔 是嗎 現在摸得到 對啊摸得到 之前只摸到肉吧 哈哈哈哈 摸得到 好嚇人喔 其實我們這樣做起來 也不夠才十多分鐘 對 所以沒有很長 對 如果說你的時間 再放久一點點的話 其實那個效果會更好 沒錯 但是不管怎麼樣呢 我覺得心情放鬆啊 然後還有要 多做一些肩體的運動啊 然後還有像 浩湯熱膚的方法 其實對於放鬆肩體的肌肉 都是非常好的 如果不行的話 這兩瓶再拿來用 好 那如果大家喜歡我們今天的分享的話 記得 紀元生活要加訂閱 然後幫我們做分享 也別忘了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囉 拜拜